可以 OK了 奶奶 来 白映了第一步 第二步还会远吗 等等 第二步是什么 你能不能当我的教练 我觉得你还是找别人更好 我随时都可能不玩这个游戏 那我们平时打的时候 你能多指点我一下吗 比如告诉我哪里不对啊 应该怎么做啊 那这样可以吗 哪天你不打了 我再去找别人 女兔大神 拜托啦 可以 OK了 奶奶 来 白映了第一步 第二步还会远吗 等等 第二步是什么 那让我们立刻开始吧 我的辅助位 你用王昭君 你用王昭君我不会啊 我没玩过 你们单位比赛的话 大概率是征召模式 你不一定能拿到采文机 新手用王昭君还不错 这换是技能 你赶上闪线 等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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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生什么我不知道的事了吗 什么单位比赛啊 哦 是我们单位组织的王者荣耀比赛 我想请于途大神教我一下 你别说啊 于途教人还是可以的啊 摘量就是成果 他之前那西施都扎成什么样了 我就看了一回 学习了下执法 后来可都是靠我自己意识好了啊 嗯哼哼哼 你就吹吧你啊 终于 人头比死的次数多了 为什么对面也有王昭君 感觉比红毯中的山还恐怖 绝对灵动 绝对灵动 你已经被杀掉了 你已经被杀掉了 总不会把大家坑输吧 你的兵器被毁坏了 你的兵器被毁坏了 上高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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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Victory 没想到当年学演戏要反复地观摩前辈的视频 打游戏居然还要看对手怎么打死自己 一定是老天给我的美貌值太高了 其他天赋能省则省吧 太硬了吧 比红毯中一 所以我们就赢了 我 难道这游戏打的就是谁比谁赢呢 搞不得我之前没赢呢 肯定是因为我太正直了 小白